我需要拿这个 我的天 这个重量 不要跟我讲英文 2015年时在真人秀节目《出发吧爱情》上 几对夫妻档本来还挺受欢迎的 但在节目期间 吴京谢南 郭京非暴力等几对夫妻 基本都是中文交流 到了李小鹏的妻子李安琪 这却从来不说中文 不管别人问他什么 都是唧里呱啦一顿英语输出 有时候大家尴尬的都接不上话 终于有一次吴京忍不住了 直接当面对道 不要跟我讲英文 好吗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让所有人都不舒服了 因为在其他节目上 以及任何公开场合的时候 他从来都是只说英文 虽然在美国长大 但他的父母都是中国人 还是体操世家 老公也是各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说他不会实在是有些不太可能 当初陈小春带儿子上 爸爸去哪儿的时候 再见到其他人之前 多次强调要讲中文 不要让别人听不懂 刘烨的妻子是法国人 带诺依去节目里的时候 也是被家长叮嘱要讲中文 连孩子都能做到的事 李安琪一个大人不可能做不到 可是他为什么就是坚持只说英文呢 国内观众刚开始认识他 是因为十四十五年的一档节目 爸爸回来了 这档节目不仅火了只有两岁的甜心 两岁半的奥利也凭借甜美可爱的长相 非常受观众的喜爱 那时候的李小璐和贾乃亮 还是观众们眼中的恩爱夫妻 反倒是奥利妈妈李安琪的反常 引起了大面积的讨论和争议 因为整个节目下来 他都在流利的讲英文 去练练体操吧 Gymnastic 阿里要做什么 和女儿交流 夫妻俩一个说中文 一个说英文 也真是为难奥利一个两岁的小宝宝 回答问题 日常交流 就连一个人犯嘀咕的时候说的都是英语 仿佛这就是他的母语 开始的时候 大家还以为他们只是想要锻炼奥利的双语能力 但随着一家人的走红 大家才越来越觉得不对劲 2019年的时候 他又和李小鹏一起参加了一个旅行类的综艺节目 在一个短短的预告片里 两个孩子跟他说再见爸爸妈妈 他回应道 I miss you so much 李小鹏用中文说 生命中有没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 你觉得少了他就活不下去了 他回答说 You That's true 话说 如果这么对答如流的话 那说明他是可以听懂的 那为什么就是坚持不说呢 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不会说 二就是不愿意说 面对铺天带地的质疑 李小鹏也曾站出来回应 但是他的中文不会看也不会写 然后呢 听的话可能听懂吧 但是也很难用自己的这个语言表达出来 所以会有时候会断断续续说不清 我们可以暂时理解为第一种可能 不会说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16岁的他被李小鹏看上 他究竟有怎样的魅力 仅仅是一面之缘 就俘获了李小鹏的心 李安琪的父亲是体操名将李小平 是和李宁同一个级别的前世界体操冠军 母亲文家也是国家体操队的 可以说李安琪是各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1986年父母双双退役 然后定居美国 两年以后 女儿李安琪便在美国出生 成了美籍华裔 不过两人对女儿一直进行的都是中国式教育 与此同时 李小鹏已经是国家体操队的预备军 12岁那年便进入湖南省队 三年后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北京天坛边上的体操馆里 他被国家队教练相众 开启了训练生涯 仅仅一年之后 16岁的李小鹏就和队友们 一起获得了世锦赛男子体操冠军 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 李小鹏同时斩获男子团体和双杠两枚奥运金牌 两年后又在釜山亚运会上 他再次成为跳马 双杠双料冠军 而李小鹏虽然身在异国他乡 但是却一直心记着祖国的体育事业 2003年的时候 听闻中国体操队要赴美参加比赛 老两口热情联系 主动担起了打理队员们衣食住行的责任 对于李小鹏这位体谈天才 夫妻俩也对他早有耳闻 很想在现场观看一场他的比赛 结果刚一见面 李小鹏的眼神就盯在了 当时只有14岁的李安琪身上 两个人相差7岁 那时的李小鹏 还不敢把自己的心思表达出来 只是偷偷的制造各种接近的机会 比如故意把闹钟调乱 然后请安琪帮忙修 或是把坐在安琪身边的队友赶跑 自己坐在离他最近的位子上 也许是爱情的力量 那一年李小鹏的比赛成绩特别好 一连拿下了三块金牌 创下了职业生涯的高潮 但是比完赛 以后他就随着体操队回到了中国 两个人一起相处的时间 满打满算也只有一个月 而且安琪的年龄实在太小 他只能把对他的感情藏在心底 后来在节目中 李小鹏自爆其实他的英文一点也不好 反倒是安琪会说中文 这一点在2004年 李小平夫妇带他回国 上访谈节目的时候就能够看出 当时李安琪的中文沟通能力 还是很流畅的 听家回答问题完全没有障碍 但是李小鹏还是为了能和他有更深入的交流 努力学习英文 拿英汉字典翻译 后来直接找了一个外籍老师 两个人就这样一直持续联系了两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里 李小鹏的职业生涯一直都顺风顺水 在国际上享有不错的声誉 但是在2005年时 李小鹏因为一次失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 并在那一年的时运会比赛上分心 导致脚部受伤 不得已停止训练 后来随着伤越来越重 他只能前往美国进行手术 不过这次前往美国 李小鹏还夹带了私心 作为体操界的前辈 安琪的父亲在听说之后 还帮忙联系了曾给科比看脚伤的医生 为他治疗 那段时间 李小鹏住在李安琪的家里 两人感情日渐升温 安琪安慰他备受压力的内心 安抚他身体上的伤痛 08年的奥运会上 赛场异常紧张 在他之前出场的老搭档 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这便意味着夺冠的压力 全都压在了李小鹏的身上 在观众的期待和安琪的鼓励中 他干净利落地完成一个个动作 最后在所有人的欢呼声中 稳稳落地 没有任何失误 从他上场到站上领奖台 观众洗李安琪的眼泪一直都没停过 父母都是中国人 嫁离小鹏11年 会说中文的李安琪为啥只说英文 2010年 两个人在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之后 成功迈入了婚姻的殿堂 李安琪回到中国生活 我们一向重视体育明星 因为和娱乐明星相比来说 他们更加值得骄傲 而作为获得奥运金牌最多的人的妻子 李安琪免不了要跟着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和综艺 从这个时期可以看出 也许是因为从小父母的中国式教育 身为华裔的李安琪 对中国的生活习惯完全可以适应 这一年两个人登上了 天天向上 李安琪在节目中用中文做了自我介绍 自证腔圆 发音准确 在现场的时候 李小鹏还和大家分享了他们的感情经历 直接说两个人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说的是中文 最重要的是 他还直接表明 李安琪的中文也不错 2012年奥利刚刚出生 小两口抱着宝宝一起上了 鲁玉有约 当鲁玉问奥利更像爸爸还是妈妈的时候 李安琪很轻松地说 他一点都不像我 像爸爸 后来当鲁玉用英文问他 奥利第一个喊的是爸爸还是妈妈的时候 李安琪还是用中文回答了 爸爸 爸爸 几个月的时候 八个月 八个月 哇 爸爸爸爸 还叫我爸爸 不仅如此 连作月子这种难以理解的词 他也能完全理解 包括在2014年的时候 刚上急速前进时 大段大段的中文描述更是精确 肢体语言也很丰富 在节目中安慰奥利 也是下意识的时候用的中文 可是在这之后 在参加 爸爸回来了 走红之后 他开始不再说中文了 甚至连简单的打招呼 都不愿意用中文 一家三口上 快乐大本营 何炯让他给大家打个招呼 你先跟大家打招呼 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我的名字是Angel 嗯 当时何炯明显愣了一下 但多年的职业素养 让他没有表现出来 要知道 当年贝克汉姆在快本上跟大家打招呼 都是专门学了中文来的 到这里 相信大家已经明白 他不是不会说中文 而是不想说 其实说英文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明明会说中文 还在中国参加节目 观众也是中国人的情况下 还坚持说英文 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匪夷所思 至于他为什么不想说的原因 除了想要体现优越感之外 李小鹏的态度也有一定的问题 一直到2019年 因为李安琪不说 中文的事情越闹越大 所以只要是有两人的节目 弹幕都是吐槽的声音 李小鹏不得不站出来回应 并且一一解答大家的槽点 比如在天天向上 夸自己的老婆不错 其实只是礼貌性的夸奖而已 然后对于他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给他评价中文不错 是因为在他这种环境 出生长大的孩子 他还能够能说出这样的中文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在急速前进 李讲得好 是因为当时自己认真教他了 后来讲得不好 就是因为自己这个中文老师 没有教好 不是老婆的错 并且还表示 语言就是沟通的工具而已 这话没毛病 而且说什么语言 也是自己的自由 但是更多人觉得 这是个态度的问题 既然是在中国录节目 就应该有最起码的尊重 也许是国外和国内的文化冲突 李安琪也不止一次的 有出不尊重人的表现 在《非常近距离》上 他全程说英文 很明显在座的观众 和主持人听不懂 也不切换语言 而是让旁边的李小鹏帮忙翻译 而且回答问题的时候 看都不看主持人一眼 最后李静无奈地表示 安琪 你可以看着我说话吗 接见体育总局的领导时 他也是一脸满不在乎 全程盘腿交叉而坐 非常自我 而这几次李小鹏全程都坐在安琪旁边 没有任何提醒 也许两个人的思想都比较开放 安琪更是因为 从小生活外国外 不在乎这些细枝末节 只是对于我们这些普罗大众来说 讲中文是态度 讲不好是能力 我们可以包容能力不强的外国人 但是绝不容忍态度不好的中国人 李小鹏曾经为国争光 是国家的骄傲 但这并不代表 李安琪可以自命不凡 不尊重人 不尊重人